各位民生大家好,我們是兩岸國中的團隊 我是九年級的王宜安,在專案中我負責的是網路通訊 我是九年級的張林強,我負責的是統籌和解報製作 我是八年級的遊艇員,我負責是感測器的測試 我是八年級的秀要翔,我只要負責是接種智能物的程序 我是八年級的謝泉,我負責是接線還有雙感測器 當我們提到智聯網的時候,我們很常會把它跟另外一個東西比在一起 也就是物聯網,而我認為當我們提到物聯網的時候 我們強調的是為了營造舒適的環境,我們把不同的電子器具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認為智聯網相較於物聯網又更提升了一個層次 它更著重於的是數據的收集、匯集、儲存和統合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創造出智聯網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為了是透過這麼多的數據 我們希望讓它更加深的是 我們希望用這些數據去營造出舒適的環境 而我相信在我們擁有這麼多數據的同時 在這個資訊時代,它是一場現代版的科學革命 因為擁有這麼多數據,它應該可以帶來的是更簡單的研究 因為如果透過智聯網的話,其實研究的限制會大大降低 只要有一台電腦,一塊開發板,每個人都可以是這個時代的科學家 然後我們這邊,它主要使用的是這邊有一個火電感測器 就是當如果附近發生火災的時候 它會警告,然後傳到電腦或手機跟你講說 現在你家庭的濕火比較容易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光靈電阻,它可以測量環境的亮度 所以如果環境比較暗的話,它會自動把燈打開 然後如果環境比較亮,它會自動把燈關起來 可以自動調節室內的溫度 這裡有一個溫濕度感測器 那我們溫濕度感,溫濕度都會顯示在LCD的顯示器上面 上面是溫度,下面是濕度 那當我們溫度在25度或以下的時候呢 氯期就會升起來,表示天氣涼爽 那超過25度的時候呢,紅期就會升起來 代表天氣炎熱,要小心重視 我們這裡還有那個超音波感測器 那如果有人經過房門的時候 就會顯示到電腦或手機上面 那就會告訴你有人經過房門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雨滴感測器 就是假設你在外面 可能如果 你不在家的時候 如果家裡附近下雨 它會提醒你說現在下雨 像如果有人在上面的時候 它就會跟你講說現在下雨 你就可以知道外面的狀況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正在建置的一個平台 就是可以用手機啊 或者是網 就是可能是用網頁啊 或者是用APP 然後來監測現在這種房子的運動狀態 比如說燈下開了 或者是要把燈打開 或者是把就是改變旗子的溫度 溫度的那個界線值 那我們現在目前實踐的功能就是 燈手動跟自動 那像我們手動 如果把它打開之後 它那邊燈就亮了 那我們也可以開自動模式 然後我們測試了 這些是我們測試過的管理平台 然後總共有五種 一種是我們的DUNO 然後它優點是 很跨平台 然後支援很多系統 然後它還有BlockD的介面 然後第二種是 我們使用了Transformer的轉移器 然後它有優點是 支援多系統 然後有Squatch 2.0的介面 然後也支援任何開發式的一體 然後第三種是S4A 它的優點是 程式穩定 發展不久 而且也支援Squatch的環境 然後第四種是Mblock 然後它使用的是MacBlock 修改是Squatch的 知識環境的介面 然後第五種是Acer的教授 然後它有BlockD的介面 最後呢 這些是我們的未來掌握 那我們希望呢 以後會有大數據分析 就是呢 分析我們睡覺 起床 回家 記錄這些時間 那就可以自動幫你暖備 或者開冷氣 那第二個是可以結合冰箱 衣櫥 垃圾網 那還有牆壁 就是我們會分前後兩層 那夏天的時候呢 我們前層的木板就會升起來 那讓室內不會那麼熱 那冬天的時候呢 就木板下降 會有一面凸透 凸凸 那聚集陽光 造集到室內 室內就會比較溫暖 然後或者是我們的地板可以做成 可能沒有人要的 就是人沒有經過的地面可以先翻過來 再背後進行清掃 你就不會影響到上面的人了 親近 親近 然後呢 或者是安全可以加上 RFID門卡 或Message的 遠端遙控 然後或者是健康和 遠端遙控的部分 你可以再進一步 集合到我們的智能力 請問評審有問題要答我答 很棒